盘点记得假扮多的女性角色 名科女角色千千万 记得假扮占一半 作为游子在警方包围圈的飞天大道 打入重重包围的办法 其中之一便是易容 而且还要反击道而行之 假扮的基本都是里面的女性角色 甚至连克兰都能互动过去 所以人生外号女装大佬 接下来就来盘点盘点 那些年记得变多的女性角色 1.毛利兰 出自克兰vs怪的记得 也是记得首次登场 没想到第一次观众见面就送这么的大礼 柯兰一行人受邀登上了林木家豪华邮轮 而原子老妈为了混淆记得视线 让每人都配戴上了宝物 而记得为了重重打听到线索 把小兰弄晕后假扮成了她的样子 可以说穿上小兰的戏份基本全部来自记得 而柯兰通过一些细节的观察 也锁定了身旁的小兰是被掉包的事实 假装不知道将其骗到了安静的角落 纵使记得千方百计狡辩自己就是小兰 但柯兰是一点机会都不给 直接就上脚踢了过去 记得也不再狡辩 脱下一身小兰的衣服就逃跑 柯兰怕小兰没衣服暴露在众人面前 顾不上追她先跑到了小兰这里 才发现被记得给耍了 2.宝物猎人 出自奇异无语的大冒险 算是柯兰经典的一个篇章吧 还分为了上冲下三个部分 同时又新穿了记得女装的方式 竟然直接假扮成了老太婆 探险期间多次引导柯兰破案 不到最后还真没人识破她的身份 我在想记得假扮同龄人身高问题不是很大 去假扮成一个老太婆男的没有破绽吗 还是说是一个1米7级的老太婆 3.女仆 出自怪盗记得VS最强金库 从名字就能看出来 记得这次面对的地方可不是那么好劲的 那就不走花里胡哨老师开锁吧 不过一下就被突然识破了身份 但没有强硬去阻止她 而是想看她究竟怎么来打开这号称最安全的金库 这开锁技巧才是一个小偷该有的样子 没想到制作机关的人还留了一手 暗器重重飞出差点把突然给了结 吓得她是一身冷汗 刚从惊吓中转换过来 记得一番操作又直接触发了机关 一把斧头静止朝柯兰砸去 还好记得反应迅速及时拉开了柯兰 虽然最后大门还是被她打开 不过没有任何损失的柯兰还是放了她一马 4.宫野至宝 出自七二的神秘列车 算是记得首次步入柯兰主线 也正是因为这次假扮事件 让青山有了记得不应该加入主线的念头 不然那太多的坑都可以通过她来填 这次便是假扮成变大的辉原 通过在列车上和艾斯特的对峙 以及后续的被扎假象成功骗入了勤酒视线 一度以为雪莉已经死亡 不过被被解查就到了这一场 带着华翔翼的婚元怕是没见过吧 面具一扯又回到了她本来的样子 5.室良生存 数字怪盗记得和刺灭人鱼 这次记得不得了 惹上了不该惹的对象 本以为假扮成室良是最好的选择 结果却没想到她是一个女孩 当小兰跟她一起分组进行身体检查的时候 记得还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本尊正被记得敲晕在厕所里 醒来后的师娘是习冲冲的直奔记得而来 一脚飞踹是记得她痛不欲生 常在后边走哪也不是斜石板 6.宁目原始 数字怪盗记得vs金奇珍 没想到才吃了假扮师娘的苦头 这次又假扮成了一拳超人金奇珍的女友 前期还能稍微糊弄过去 不过特到欲望强烈的她还是被金奇珍看出了破绽 拉住她的手势动弹不得 突然也趁机向记得发起了进攻 幸好她留了一手幸运挣脱 三拳两脚弄断柱子借力飞了上去 柯兰和记得两人都直接看呆 这世上还有如此开挂的人 要不是记得诉说了她和原始间的赌注 这次未必这么容易脱身 7.远山荷叶 初字记得vs高明 看样子记得还真是要把柯兰连女主都假扮着变 这次又轮到了平次的女友 而且可以说这次是最令记得不愿提起的一次 本是假扮成荷叶准备对宝物下手 没想到刚好又碰上了上头的平次 直接把她安在墙上准备接吻 这画面简直比看平和两人表白还精彩 记得是想逃代又怕暴露自己 要不是小蓝及时赶到 她两人是直接亲上去了吧 柯兰还调查平次 竟然没有认出来她是记得假扮 同时警方也将计就计 在记得偷东西之时抓着正早 不过明白她意图后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走了她 8.秘书 厨子剧场版干亲之权 记得假借女秘书的身份混进了宝库 骗过了保安后就卸下了伪装 正以为事情就这么简单的时候 真正女秘书的尸体竟然从柜子里滑落出来 看样子失踪击了这次 没想到自己也有被耍的时候 还差点被警方给解决 9.下本子 出自漫画1102话表里 我本以为会首先出现两个心意同框的场景 没想到是两个小子率先登场 记得被追到电梯里无路可逃 干脆就量身一遍 于是便出现了两个小子的场景 因为柯兰无法辨别真假 便求出一旁电话另一头的暗示透 而透子是二话不说 直接说出了我喜欢你二子小姐 这两人的表情一开就能分出真假 很明显真正的小子只会对这句表白点到离谱 而不是记得一脸兴奋的表情 透子当然也只是测试真假才说了这句表白 因为